小伙伴们大家好啊,欢迎来到幽剧社 今天我们来看龙鹰第一季的大结局 上期说到,鹰木让景野打印出来很多趋势图 发个同学们之后,大家都看不懂 于是在集训的这天都回来找鹰木 向他寻求图中的答案 没想到的是,鹰木竟把他们带进了东大的校园 感受这里的学习氛围之后,却大喊着他们是学渣 这个举动引起了周围学生的注意 他还问东大的学生,在高三时有没有偏差值低于50的 有的话站出来给这些学渣看一看 此话一出,真的有几名学生走了过来 他们都是曾经学习很差,高三那年才奋起读书 最终逆势考上东大的学生 接着,鹰木拿出趋势图,向同学们解释道 蓝色代表从小基础就很好的学生成绩 红色则代表基础很差,后期努力的学生成绩 因为大家底子本身就很薄 所以刚开始努力的时候进步很慢 但随着日积月累的学习,知识层面不断增加 总有一天会赶上那些优秀的学生 这张趋势图就是从东大公布的数据总结出来的 也就是说上次的模拟考代表不了一年的高考成绩 学生们听后有了信心,再次回到特训班开始学习 没几天,他们的模拟考试成绩也出来了 不出意外,跟老师们的估分成绩一样 大家都判定为一级 正当大家垂头丧气的时候 伊朗却看着自己的成绩愣住了 他考到了D级,只跟自己那个弟弟差了5分 这让其他同学们都看到了希望 原来还是自己不够努力 努力的话就一定会出现奇迹 而樱幕的阴谋也就此穿帮 他让老师估分的时候 故意降低了同学们的分数 要跳得高总要深蹲一次 这样才有足够的谈力 秦也这才明白樱幕的良苦用心 正当大家准备继续努力的时候 直美的母亲突然一阵眩晕 下一秒便直接再倒在地上 女儿第一时间发现了晕卷的母亲 便匆匆把她送往医院 经过全力抢救 母亲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 医生告诉直美妈妈 可能是因为操劳过度 休息不好 患上了严重的脑梗塞 需要住院治疗 这个消息对直美来说犹如晴天霹雳 她正在准备高考 妈妈住院需要护理 家里的饭馆又无人经营 那样就没有收入治病 生活的重担压到了直美的身上 这意味着她已经没有经历 参加特训班的学习 直美非常难过 一个人走在街上 正巧遇到了永介 但无论永介怎么追问 直美却还在假装坚强 没有将现在的困境告诉她 第二天上课直美一直担心住院的妈妈 整个人都无精打采 永介看出了她的心事 但也不知道该如何帮她 下课后 樱木老师突然找到她 让永介与直美参加明天的招生会 可等他们来到招生会现场 作为学渣代表的龙山高中 却没有一人问津 樱木似乎一点也不着急 而是让他们观察现场的父母 父母全都很积极认真 孩子们却好无聊的样子 为什么呢 因为还没有对自己的人生认真起来 有困难的事父母会帮忙解决 所以不用担心 此刻的直美多希望有父母的守护 但现在自己却成了家里的顶梁柱 樱木看出了直美有心事 发布会结束便焦急地询问她 但直美想了想 突然不甘心地表示自己要退出特训班 樱木听完也很淡定 永介见状赶紧追了出去 直美非常伤心 捂着脸哭了起来 他们来到河边 直美这才把母亲住院的事告诉了永介 但永介不想直美就此放弃 便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一定会想办法的 第二天上课 永介希望能得到樱木的帮助 没想到的是樱木却一点都不在乎直美的离开 她认为现在班上刚好是五个人 对她来说没有任何损失 与其担心别人来不来参加特训班 不如考虑一下自己该如何提高成绩 永介非常失望 当即表示 如果樱木不管 那他们几个会自己想办法解决 另一边 直美的妈妈还一直昏迷不醒 白天直美要留在医院照顾妈妈 之后还要去超市购买饭馆的食材 一个人将这个小家撑了起来 正当她不知道该如何坚持的时候 景也与全班同学都赶了过来 大家纷纷表示愿意帮助直美 他们准备轮流换班 那样的话也不会减少太多学习时间 也可以让直美能够一起学习 就这样同学们白天上课 晚上便来到饭馆帮直美经营 用轮班的方式分批次复习 有的人负责采买 有的人负责护理直美的妈妈 大家分工明确 大大降低了直美的压力 直美也终于有时间开始学习 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着 樱木将一切看在眼里 但她并不认为这是好事 同学们这种行为 一定会大大降低学习的效率 但她并没有打算出面阻止 她觉得同学们心意是好的 但这种心意会随着时间变得不耐烦 此话一出引起了井也的不满 同学们的友情被樱木说得不堪一击 但现实却重重地打她的脸 由于大家每天都要工作到很晚 还要抽时间复习功课 这让大家都感到了疲倦 不仅在工作的时候频频出错 就连上课的时候也经常打瞌睡 这让同学们的成绩下滑非常严重 直美看在眼里腾在心上 她不愿拖累这些守护着她的同学 于是再次找到樱木 拜托她想想办法 另一边的同学又出意外 不小心将饮料撒到了客人身上 尽管他们频频道歉 但客人还是非常气愤 表示以后不再会来这家饭店 收工后同学们都很累 竟然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大家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 但还在坚持帮助直美经营这家店 没想到第二天 直美便把大家召集在一起 当即宣布她把所有人都开除了 她看不惯他们的笨手笨脚 现在大家把客人都得罪光了 嘴里还说着恶毒的话 说自己已经厌烦透了 也不想再看到他们了 接着直美便把大家赶了出去 一个人靠着门口哭了起来 原来为了不耽误 大家的学习进度 她希望樱木劝大家回去安心上课 但樱木却让直美自己解决 只要扮演一个忘恩负义的人 同学们自然便不会再来帮她了 所以直美才会说出那样恶毒的话 但她的演技实在太烂了 每个人都看出了直美的真实想法 回去的路上也心疼地哭了起来 他们明白是直美不愿意大驾 但眼下却没有任何办法 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直美的妈妈终于有了些许好转 但她还是为直美退出特训班表示遗憾 而直美却回答道自己虽然退出了特训班 但是不代表她放弃了考入东大的想法 原来同学们离开饭店后 樱木当晚便过来找到直美 并告诉她都是同一个老师教出的学生 但每个班级还是有学习好的与学习差的 归其原因还是每个人用心的程度和学习能力的不同 老师只是领路人 努力还是要考个人 即便直美不得不退出特训班 但她还是可以一个人继续学习 条条大道通罗马 考入东大 远不止加入特训班这条路 樱木的话让直美豁然开朗 她告诉母亲 虽然这条路自己一个人并不好走 但每个人都给她寄了课堂笔记 她只是换了一个战场 与同学们并肩作战 一转眼就到了十月 特训班的同学非常努力 没日没夜的学习 直美也一边照顾着母亲 一边仔细地看着每个人为她寄的笔记 时间在一天天的过去 大家没有任何停歇 就连上厕所墙上都贴着要备的单词 终于熬到了元旦那一天 元旦过后迎接他们的将是东大的中心考试 只有通过中心考试才有资格参加最终的高考 樱木在龙衣下默默为学生们祈祷 希望大家都能考出一个好成绩 随着大门的打开 东大的中心考试正式开始 拿到试卷后 每位同学都在奋笔记书 这次无论如何都要证明自己 考试一共进行了两天 终于在紧张的氛围中结束 各位老师赶紧帮同学们进行顾分 随着成绩的公布 樱木告诉大家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如果是这个分数的话 六个人全部顺利通过中心考试 高兴过后 同学们便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为35天后的正式考试做着准备 此刻的他们也无所畏惧 这样一幕非常欣慰 各位老师也纷纷拿出了自己的杀手锏 希望同学们最终能考出一个好成绩 在高考的前一天 樱木把那条写着学渣的头巾扒了下 他希望同学们时刻记得 那些瞧不起他们的人 把那份不甘心都用在明天的考试上去 很快 考考的日子也终于到了 同学们准备得非常充分前往考场 第一天的考试 同学们都完成得很漂亮 发挥非常稳定 这让大家为第二天的考试充满信心 伊朗的弟弟看着哥哥高兴的样子 破天荒地为他买了一个三明治 自己的付出终于得到了弟弟的认可 这让他非常激动 开心地吃了起来 另一边 永介陪着姊妹一起去看望他的妈妈 分享着今天考试的喜悦 但母亲的病情突然复发 瞬间晕倒 永介一把抱住了姊妹妈妈 两人就这样滚下了楼梯 第二天眼看着到了考试时间 两人还是没有来 伊朗的肚子也非常的疼痛 他拿出弟弟给的三明治一看 瞬间明白了 这个三明治已经过期十天了 原来弟弟怕他考上东大超越自己 才特意拿给他吃坏肚子 但眼下不得不强撑着参加考试 等了好久 永介才匆匆赶来 为了救姊妹的妈妈 她摔上了右手 这势必会影响答题速度 而姊妹的妈妈因为再次陷入了昏迷 姊妹只能陪在妈妈身边 放弃了考试 大家只好先行进入考场 永介的手连笔都握不住 只好选择用左手写字 伊朗的肚子也越发开始疼痛 此时的她已经大汗淋漓 姊妹抱着同学们的笔迹 偷偷哭泣 她明白这一年的努力就此白费了 考试终于在各种挫折中结束了 这一瞬间 同学们释放了积压已久的压力 自己已经付出过努力 现在的一切只能交给天意 时间在一天天的过去 终于到了放榜的日子 同学们非常紧张 来到东大的广场 寻找了自己的考号 也许是恶有恶报 一向聪明的伊朗弟弟竟然没考上 反观另一边 伊朗证明了自己被东大录取 永介也不负众望 终于考上了东大 相反的努力也没有白费 录取大榜上赫然写着自己的名字 至此特训班六人 共有三人考上了东大 这让大家既兴奋又遗憾 毕竟还有三人没有考上 大家垂头丧气地回到班级 櫻木让大家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为考上的同学送去了祝福 但没有考上的同学 并没有得到他的安慰 他希望同学们能证实自己 总结没有考上的原因 永介本想为美考上同学名不平 但却发现伊末饱含热烈的双眼 此刻他的心里已经哭了无数次 伊末也非常不甘心 他本想着全员六人全部上岸 但现实却总是充满了遗憾 接着他向校长提出了辞呈 校长本想挽留 却还是被伊末拒绝了 他表示既然事前有约 那自己就不能厚脸皮地留下 伊末说完便扭头就走 同学们赶紧追了出去 也希望伊末能够留下 伊末改变了龙山高中 改变了学生们 如果他走了 这个学校该怎么办 接着伊末告诉同学们 考试的正确答案往往只有一个 但人生不一样 人生的答案是有无数个的 每个人选择的路是不同的 这次考试虽然有的人失败了 但并不意味着他们的人生就一定失败了 高考只是人生道路中的其中一个 专注于一件事坚持下去 不同的道路也会有不一样的人生 同学们备受鼓舞 望着櫻木离去的背影 都有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櫻木走后接到了各大学校的邀请 他的名气也越来越大 景也则继承了櫻木的衣博 担任起了特训班的班主任 永介在努力准备着司法考试 励志像櫻木一样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 执美这些落榜的学生也没有放弃 正在拼命努力地准备着复读 龙音虽然没有绽放但也开出了一朵小花 变成了花瓣飞到了櫻木的手中 至此龙音第一季全剧中 关于櫻木的教学方式我们不做批判 但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人生是一场单纯的旅行 即使有些遗憾 我们也没有从头再来的机会 与其纠结无法改变的过去 不如微笑着珍惜未来 喜欢这部剧的话 请点赞转发支持一下吧 数据好的话 咱们继续更新龙音第二季哦 本期到这儿就结束了 咱们下一期不见不散